其實我補充一下 曹操主要是怕鞭屍的 他一直組裝勃葬 其實勃葬不只是曹操 從魏京南北朝開始 其實都已經組裝勃葬了 勃葬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看曹操這次出土的一個衛象石 就是他做枕頭用的 那個石頭做的而已 一般如果從古墓出土 古墓出土那個帝王級的 或者王后級的那個枕石 幾乎都是用象牙做的 象牙 玉石 外面都還要包一層珍珠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曹操確實是勃葬 勃葬當然第一個他怕被盜 第二個是山國還紛亂 怕被挖了又鞭屍 吳子西就是把人家報仇鞭屍的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剛才在講說曹操有七十二儀種 其實七十二儀種是從南宋才開始 才有這樣的一個傳說 宋人的筆記兩本 一本叫一帝繼聖 一本叫賀林一路 才開始提到有七十二儀種 其實在魏京南北朝 並沒有七十二儀種的說法 那這兩本人出來以後 有獲釋的什麼山國演藝 戲劇 開始七十二一種草得天翻地覆 那很多人就因為七十二一種到處挖 剛才講到張河延岸 那有一個小縣城叫方純縣 據說曹操的墓也是埋在那邊 那個地真的翻了三番 全部所有的墓幾乎都挖片了 所以這一次 也沒有找到嘛對不對 所以曹操這一次墓被找到以後 方純縣人百姓最高興 不用再翻我們的地 對啊 那其實2005年 剛才哲青有提到 2005年 其實那時候 到墓已經 曹操墓已經被這些人 到了五次 挖開五次 五次被抓了三十八個人 所以曹操的伯葬 裡面到底還有其他多少金銀珠寶 如果有現在也都找不到了 枕頭 對 這是石枕 因為這旁邊有刻名字 還有刻名字 還有刻刻魏武王 因為曹操66歲過世的時候 他是正月的時候過世 是二月的時候下章 他下章的時候 他就在上面有刻他的嗜號 魏武王 後來才會被他兒子封作五帝 那比較重要是 這些古代的人 三魂七魄 他們認為 就在魏晉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們並沒有風水的漲法 其實發現 我們認為 發現曹操的墓 最重要是這個石龜 因為這些石牌跟石龜 是判定墓是主人 因為這個墓 它其實滿大的 那個考古上 他們怎麼判定一個墓 第一個它從墓的大小 那這個墓大概長是60尺左右 那60尺就是王侯級的 那符合曹操下葬的時候的身分 那第二個就是這些龜上面 這龜上面呢 全部有曹操的那個 他的魏武王的名字 包括他所有的一些 他操的歌 一些兵器上面都有 所以呢 專家就判斷說 這是曹操的墓這樣子 那問一下林老師 1800年了 那個鬼也都沒氣了嘛 嘿嘿 我們剛才看責金 放了很多玉石 其實為什麼會這些帝王 喜歡放一些玉 放一些禮器 剛才曹操那個顯然就是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有龜 那有六罪 正常的賬法 你再怎麼樣的搏葬 你必須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認 這是漢 這是漢的 就是那個 從這個漢的看來 漢木裡面 就是 它是一個壁 那這也是 侯王級 它才能這樣刻 就是說上面有 九隻 九隻盤龍 那一般的話就是侯王 你要到九隻 那一定是 最少你要王爺以上 不過這一次挖到 挖到這個 曹操的墓 我從那個Google的地圖上看 它是一隻 它其實是在一隻老虎穴 就是 剛好是老虎吐那個 吐豬的位置 所以 如果我們去找的話 那可能會 在過去會節省一些時間 可以找到 因為它還是很重風水 所以感覺是勃葬 可是它地底位置 風水 還是可以有機殼 我再補充一下 這一個越南 南越王叫兆陀 其實它應該是 中國有史以來 第一個 讓別人猜不透 埋在什麼地方的一個君主 南越王兆陀 他怎麼替自己辦後事呢 他千車齊發 就是發上的那一天 出病的那一天 一千輛車發向不同的地方 讓老百姓也好 臣民也好 都搞不清楚 他到底葬在什麼地方 但是後來他的孫子 叫做這個趙妹 趙妹的墓呢 在1983年被中共發掘出來 不得了 難怪趙陀要牽車齊發 為什麼 趙妹的墓裡面 發現了244塊古碧玉 非常富麗堂皇 而且有22塊 中國最古老的玻璃 那從這個趙妹的墓 可以推論 就是趙陀之所以千車齊發 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為當時官方盜墓的情況 非常嚴重 他知道如果不這樣子的話 他自己這個晚節不保 趙妹那個墓出來的 這個中國玉璣那個 那個所謂私里玉璣 它那個玉塊大概有2290幾片 這是不是金羽玉璣那樣子的 金羽玉璣還有另外一個 是中山軍王墓的 中山軍王墓這個金羽玉璣 跟這個等級不一樣 這個是漢井帝的 漢井帝的第九個兒子 中山軍王流進了 這是金羽玉璣 它那個不同的地方 是因為它等級不一樣 其實玉片是一樣 它玉片是2000多塊 但那個線是用金線去把它編織起來 不過今天比較漂亮 對 它因為紅色的絲線漂亮 但其實這個紅色絲線 是後來學者考古出來以後 它其實玉片都已經散掉了 線已經花了三年的時間 才把它重新編起來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 那個藍月王 對 藍月王 趙妹的墓出土了 它裡面出土很多漂亮 他們孫就比較漂亮 很漂亮 你看它裡面那個玉佩 多漂亮那個玉佩 它這樣竄起來 一片那種胡雕跟洛空的方式 在中國古域裡面 都是駕駛連城 它裡面很多這種東西 現在都在哪裡 現在都在中國的手頭 好